健保署的代表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那我们同仁在装那个电脑的时候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今天我们来这边是把健保署的 一个open data的资料 来跟各位巧处们 帮我们发想一下怎么样让它好用 然后创造一个三号的数位平台服务 那首先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健保署最近一个很夯的议题 就是我们健保有一个 我们给付的一款的给付的特财衣材 我们叫做支付差额特财 那支付差额特财有一个特殊的定义 就是健保给付了一部分 可是民众自己要负担一大部分 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从历史健保开办以来 其实这个费用是例年增高 它使用量例年增大 那在近三年的统计数据里头 我们来看一下 整体来讲12万件增加到14万件 现在还在增加当中 那以最多的一个使用量 就是人工水晶体 那或许大家会觉得12万件不多 可是有没有想过 没有人一天到晚再生病 一辈子可能就生病那么一次 所以这个量 对整个医疗体系来讲 它是有意义的 那在费用的部分呢 就是说我们也统计了一下 那目前的话 我们的费用近三年的话 整体医疗费用的费用 大概有62亿元 那到108年17亿元 那当然在人工水晶体里头 它就占了一半 那在这里头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这里头 同品牌同功能价格 在各个医院是不同的 这是我们统计出来的数字 那在我们以人工水晶体为例 因为它占了一半以上的一个使用量的部分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人工水晶体是什么 人间我们都有眼睛 眼睛这样看进去你根本不知道 可是我看起来很清楚 那原因是中间有一个水晶体 水晶体它是透明的 透明的时候 它会让自己看得很清楚 那当我们紫外线看3C产品 它的一个曝光的光线的时候 它会对它有影响 影响了之后 它慢慢慢慢慢慢的会浑浊 浑浊到了一定的程度呢 其实它就看不见 那看不见的时候 那它就要用那个人工水晶体来替代 那在这个部分呢 很多人就会问说民众去看医生 其实他不知道 这么多这么专业 我要选哪一个 价格差异很大 所以呢 我们open data的资料里头呢 有一个 两个资料 一个就是有15个栏位 1.2万 1.2万笔的一个收费的栏位 那以第一笔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高雄医学中心 那名称很长 它叫长根医疗财存法人 长根纪念医院 简称就是长根医院 它用的人工水晶体 它是特殊的 每一个产品中英文产品 许可证字号 我健保给付的点数 那医院非 它的收费 跟我健保的 我可以在这边看得到 下一个alternator的资料 它是一个功能类别的说明 那为什么要功能类别的说明 从15个栏位以后 我看不清楚 它要解释什么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头去把它功能 它的功能品项功能类别 做一个结构化 123 请专业医师告诉我们它是什么 然后最后呢 我们希望 让大家想帮帮我们 怎么样可以创造一个 很好用 很好查 很好比的视觉的 一个服务系统 然后让大家花钱花的有价值 跟健康跟价值 谢谢 谢谢健康主 来 谢谢 谢谢 没有人帮医生 谢谢